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作秘新 今年是我们金钟奖第50年 那我们制作单位就特别制造这个大金钟 那这个大金钟它是有250公分的 那这个大金钟它其实它的造型 就是仿造我们这次真的金钟奖座的造型来去制作的 这回展览可以看到广电产业发展历程中的珍贵器材 如歌林黑白电视机 声宝拿破仑电视机 以及中广排真空管收音机等等 现场还有许多可以和民众互动的地方 例如体验当广播DJ或是电视主播等等 欢迎收看草根新闻 我是主播洪嘉玲 首先带来一则娱乐圈的盛事 广播不只是听音乐 广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带给大家乐趣是广播剧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会有广播剧音效的体验区 那首先是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个会是什么声音呢 听得出来吗 这个是青蛙的叫声哦 那在这一区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广播DJ的体验区 那我们就是非常欢迎观众朋友们 只要有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直接进入到这边来去试试看 当一个广播DJ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像是我们推Fader的时候 是怎样子的就是体验 本次特展最大特色在结合科技 提供数位互动服务 包括金钟50线上特别展 让无法到场观展的民众 可透过网络观赏金钟50特别展 金钟名人Live Show座谈会 以及广播DJ体验 亦将透过DDLive进行线上直播 让民众可以透过网络同步收听及观赏 会场亦设有金钟投影墙 让观众运用hashtag功能进行及时互动 有兴趣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